小伙伴们在选择一台合资品牌的车型时候 你们究竟会选择长轴距版车型还是标准轴距呢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验车观X我是龙龙 那在进口品牌进入国内合资生产之后 我们都会发现有这样一个话题 那就是这些车型他们在后面的尾标上面都加了一个AL的后缀 比如说像是奥迪的A6L A4L或者宝马3系的长轴距版车型 5系的长轴距甚至连现在宝马X5都有长轴距版车型 所以像是在我身边上宝马320i就这么光秃秃的没有AL标识的车型 好像越来越少了 但为什么宝马始终在卖它的长轴距和标准轴距车型呢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这个话题 就是你们在购车的时候更倾向于选择哪个版本的车型 那其实我自己在买车的时候就当时18年买GTI的时候 我当时想买的就是上一代 就是F80底盘的宝马标准轴距版的3系 因为我自己会认为在整个标准轴距下面 其实它整个车身的比例包括姿态和操控 应该是做的最完美的一个状态 当然我相信大多数中国用户更倾向于去选择一个长轴距版的车型 毕竟在相同的价格之下 长轴距版车型可以获得一个更宽敞的后排空间表现 但恰恰这个是我们家里最不关注的一个话题 你看就像我这个身材 在我们家里买车的时候 我们都不在乎后排空间表现 这也就导致了现在我家里是一台GTI 加一台双座的Smart 作为一个家用车的组合 那实际上作为整个宝马车系当中的一个标准轴距版车型 那中国用户在意的后排空间表现 它是否真的会直接传递到车内的一个用车感受上呢 那我们接下来就到车内去跟大家看一看 它的后排空间表现相比长轴距版3C到底怎么样 那既然是讲空间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到了这台标准轴距版的3C后排 来跟大家一起看一看 那先来说一点 我完全没有作弊 我刚才是在前排把主驾驶位调整到 适合我自己驾驶的这样一个表现之下 然后再来到它的整个第二排 看一看一个空间感受 那首先我觉得从整个腿部的一个空间感受上来说 它真的还是蛮宽裕的 而且在轴距上面 其实标准轴距要比长轴距短了大概接近110毫米 我记得标准轴距版的车型 它的轴距是2850毫米 而长轴距版的车型 它的轴距是达到2961毫米 真的差不多就110左右 但实际上我相信在长轴距里面 你一定会做的更宽敞但是标准轴距 它也不会让你感受到非常的局促 而且有一点可以值得关注的 就是在我们拍摄的这一台展车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在右侧位置 它是放了一个儿童安全座椅 那我相信它之所以这样做 也是为了模拟我们一个日常的用车环境 就可能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 然后家里再有一位长辈坐在后排 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它的儿童安全座椅放置到位 我们的中控扶手也是可以放下来的 左侧位置也是比较舒服的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其实一台标准版的34 它已经完全可以满足家庭用车的需求 尤其是我们此次拍摄 这台其实是相对比较入门的 一款320的标准 所以在整个后排的配置上面 它其实还是给到我惊喜的 包括像后排的一个带有 自动空调的一个出风口 然后在整个空间的布局上面 坐垫对于腿部的支撑 以及它的整个表现上面 我觉得还是可以满足我们一个 日常用车需求的 所以在这里来跟大家做一个总结 那在买车的时候 我相信其实对于中国用户 大家还是会更偏向于 长轴距版的车型 但是如果像我这样 个人比较喜欢驾驶 比较喜欢驾控乐趣 同时要满足一定家庭用车需求的用户而言 标准轴距我觉得绝对不会 让你感到捉襟见肘 毕竟既然宝马敢把这台车 放到市场当中去卖 那它自然也有存在的道理和价值 都没有所见的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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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乱 我心里有什么事 我们要设备 再次 ط During the final